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每個星期我們有一個Case Study Analysis 就是關於加拿大聯邦法庭 關於最近這些Visa applicant被他簽了之後 他們申請司法覆核 我們當中看到加拿大的法庭 如何去解釋加拿大移民法 因為加拿大是一個普通法的國家 這個有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通過看這個Case Study 我們就可以學做一些事情 有些錯誤我們不會可以重複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看這些Case 我就會選一個對於大家有關聯的 有相關的有關聯的 跟大家分享 過星期的Case就是Study Department 因為是虛報資料 那個Case就是Docket Number IMM253521 Citation 2023 FC714 這個Applicant就是Nigeria的Citizen 他是2021年的1月 就是申請了Study Department 去加拿大讀書 那他在當地就聘請了一個 沒有優惠的Immigration Consultant 那他就跟那個Consultant說 他是一個去美國的Visa 就曾經被拒絕了去美國的 那麼那個Consultant就是 是準備了兩份Application 一份就是說他有這個Disclosure 另一份呢 第一份就是沒有Disclosure 說他從來都沒有被人拒絕過Visa 那 那 MyRCC通過他們的 和美國聯盟局的聯網 然後找到他其實沒有Disclosure 這個Fact 那麼就拒絕了他那個 加拿大的學生簽證 那然後再 因為如果是Under Misrepresentation Section 40的法律 他是五年之內不能再移民加拿大 而什麼意思就是 他申請工作簽證 學生簽證 還有是留居民身份的 那他現在就申請司法覆核 看看那個法官怎麼說 那個法官就說 他Applicant那個 隱瞞美國的Visa 就是material to這個 他現在的學生簽證的 那 而那個Section 40的Exemption 就是說 Applicant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是他控制之內去 去報資料 就不apply to他的 因為他justify 就是說他已經 提出了給他 請回來的 沒有牌的 consultant 而那個consultant 是交錯了表 這樣 那consultant 在那個 司法覆核那裡 都寫了 簽了一份宣誓 說他事實是 是有 提出給他聽 但是呢 consultant 錯誤地 他寫了一個 錯誤的 那張文件 那張文件 就是沒有 那法庭呢 就是不接受這個 解釋 就說 他既然簽了一張文件 他要負責任所有的資料 都要正確的 那法庭就同意了 IRCC的判斷就是 它是有一個 misrepresentation 然後就不可以去申請 旅遊簽證 學生簽證 或者工作簽證 或者PR 是五年的 那就是 司法覆核 都是 dismissed 那在這個 這樣的案子裡 我們學到些什麼呢 這個 就是他爭論說 我完全不收過控制 我已經disclose了 給我consultant 聽的 原來他是沒有 虛報 就是與我無關 這個 就是這個 聯邦法庭是不接受這個 這個 再一次證明 是那個 不關我事 innocent mistake 的exception 是很窄的 所以 Lesson learn 就是 在我們填這個 immigration 移民表格的時候 一定要慎重 還有就算是 consultant lawyer 和你填 你也要看清楚 確實是 所有東西是這個 正確的 那有 這次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如果你覺得是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親戚 朋友分享 如果你覺得有其他 topic 需要我們去research 請你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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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感谢观看